好,我們再繼續 來,幫我把前面談 OK 我們再繼續講 對不起,耽誤各位一點時間 來 先問,再來問一個問題 也是一樣加分的題目 但是你要兩個答案給我答出來 台灣的地名當中 有以南斗跟北斗 各以南斗、北斗為名的 縣市名稱 北斗或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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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因為斗跟斗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來 雲林 雲林什麼 好像斗還跟斗 蛤 不一定喔 反正台灣各有縣市 或者是鄭 是以南斗 南斗六星或北斗七星為名的 斗南斗六 你答對一個 跟你講你是男 你有沒有想過斗南斗六 感覺都跟南斗六星有關啊 好像跟北斗七星沒有關吧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改一下 斗六對了 雲林的斗六正 是以南斗六星為名 你看 南斗六星 你看 斗六就是以南斗六星為名的 OK 雲林給你一個提示 在雲林的北方的縣市裡頭 我們先讓他有機會 先讓他有機會 因為你這個加一分喔 給你加一分 如果你再答對一個就等於說兩分了 沒有啊 來 就你啦 你舉手了 來 張華北斗 OK 張華北斗 你們兩個各加一分喔 到時候下課來找我講喔 那個什麼 一個是 那個雲林的斗六正 一個是張華的北斗正 這兩個地名 有機會各位各分別去看這兩個正公所的網頁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 名字先有的是誰 是雲林的斗六正先有 為什麼 因為雲林的斗六 他認為這個 以前最早他認為這是斗六正 正好位在南斗六星的正下方 所以他就用斗六為名 又再一個加分題 北斗是比較晚的 請問北斗之前的名稱叫什麼 北斗正以前的名稱叫什麼 答對了 你現在是馬上查到 OK 不錯 好 那你加兩分喔 這個什麼 北斗正的以前的名字叫做寶斗正 寶貝的寶 寶斗正 所以呢 他當時那個北斗正 就是那個寶斗正呢 他就因為看到 我的南邊的那個雲林的斗六正 是以天上的南斗六星為名 所以他為了上映天象 北邊有北斗 南邊有南斗 所以我既然彰化在你的雲林的上北邊 那我就把我這個寶斗正 改名叫做北斗正 各位可以有興趣去查這兩個正宗書的網頁 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OK 好 請問各位還沒要聽故事 還想聽故事嗎 好 其實有一次我去給那個 桃園的 我小國中高中的老師講天文 然後呢 後來那個 主辦單位是希望我講一些天文的解題 結果後來我在天文解題 如果只光講解題很無聊 我總是會加一點故事 比如說這個題目跟那個故事有關 我就加一點故事進去 然後呢 後來中間休息之後 本來說接下來要帶出去關心的 結果那天文白天天氣不好 然後呢 白天天氣不好 那晚上天氣當然就雲很多啦 就看不到星星啦 回來教室 我就問這些國小國中高中的老師 裡面也有校長 我就問他說 各位老師想繼續聽解題呢 還是希望我再多講一點故事 結果每個老師都說 繼續講故事 不要解題了 講故事 我最擅長的是講故事啦 所以 來 既然有各位想聽 我就再來講 這個故事 我們先講它的標題叫什麼 當然它跟 這個故事是跟難逗住生被逗住死 有關係的故事啦 這個標題叫做 包公 為什麼是臉黑 欸 欸 狄青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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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問一下好了 包公是文官還是文將 文官嗎 狄青呢 狄青呢 狄青 蛤 狄青 狄青 他不是狄青 狄青是唐朝的吧 欸 包公是哪一朝 狄青 狄青 南宋還是北宋 對 北宋 狄青是武將 他是同一個朝代的 兩個都是北宋末年的 北宋末年的人 但是呢 狄青是武將喔 但是如果各位去看一些小說 或歷史故事當中 他會描述狄青 他是武將 可是長的是瘦瘦弱弱 臉白白淨淨 很像白面書生 欸 為什麼一個文官 欸 包公長什麼樣 黑炭臉嘛 然後身材呢 魁舞 對不對 文官長得黑炭臉很嚇人 身材又長得很魁舞 武將 卻長得瘦瘦弱弱的 然後 臉白白淨淨的 很像白面書生 為什麼兩個反差這麼大 同一個朝代反差這麼大呢 這個是有故事的 這個故事 如果各位有機會到大陸的 安徽 河肥 就是包公的故鄉 那邊會有一個包公祠 包公祠附近的人都在流傳這個故事 什麼故事呢 話說北宋末年的時候 朝代到末年就是民不聊生的時候 話說北宋末年民不聊生 人民的生活疾苦 傳到了天庭上面去 被玉皇大帝知道了 玉皇大帝就覺得 現在這個人民好可憐 那個常常就是 有飯吃沒飯吃這樣子 好可憐啊 我希望我派一個神仙 下凡去拯救蒼生 他當時呢 想到的對象 想到哪一個神仙呢 這個神仙叫做赤腳大仙 所以有人說 那個什麼 你在家每次 不穿拖鞋在那邊走來走去 我就稱他要赤腳大仙 那真的你是佔餘人家 赤腳大仙在天上神的地位算是蠻高的 所以他當時呢 玉皇大帝就去找這個赤腳大仙商量說 我想找你下班去拯救蒼生 你覺得如何 赤腳大仙說 我不要 我在天上做神仙做得多麼快活 我幹嘛去忍天受苦受難 我不要 結果呢 玉皇大帝就說 好吧 這樣子好了啦 我派文曲跟舞曲 下去 下去幫你 下去 他說下去保你 這個保 我派文曲跟舞曲下去保你 就是下去幫你 總可以吧 麻煩你 下去投個胎吧 幫助大仙 要拯救蒼生好不好 後來辭教大仙 想一想 好吧 你既然說會有派兩個人來幫助我 好吧我就下去吧 所以心不甘情不願 直接去投胎 一投胎 他就是宋朝很有名的一個皇帝 叫做 宋仁宗 聽過嗎 宋仁宗不是還有玉將清真嗎 對不對 宋仁宗 一出生之後 左看 右看 哇 就一直在那邊哭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哭 對 你不是說要派兩個人給我嗎 那兩個人在哪裡 一直哭哭哭 哭到之後 他那個哭聲傳到天庭 被玉皇大帝知道的時候 玉皇大帝就覺得很心煩 喔 這個赤腳大帝 吹得像什麼一樣 好算了 趕快 文曲無曲心 你趕快下去投胎 結果 文曲無曲 他畢竟不像赤腳大帝 這個神的地位這麼高 他們要投胎的話 必須要遵照剛才講的 南斗駐生 北斗駐死的流程來 你要出生的時候去找南斗老人報告 死了之後去找北斗老人報告 為什麼出生要去找南斗老人報告 因為南斗老人 他有一個乾坤袋 裡面放了很多的面具 臉譜 如果你去跟他報告 他拿一個臉譜給你 你戴上 投胎 就是各位現在的長相 這樣了解嗎 結果呢 文曲無曲呢 兩個人去找這個南斗老人報告的時候 好巧不巧 南斗老人 那北斗老人又在下棋 他們這個棋 如果沒有下來 什麼事都不想做 就在那邊下 結果文曲無曲在那邊等 等一等之後呢 文曲等不及了 他覺得說 這個玉皇大帝派我下去 要去幫助這個赤腳大席去拯救上身 我怎麼可以浪費時間 在你們這晚下棋的身上呢 等不及了 直接從他的勤婚帶 拿來一個面具 戴上 就投胎去了 無曲比較有耐心 他就在那邊等待等待之後 欸 兩個下完棋之後 他就跟南斗老人說 這個玉皇大帝呢 派我下去要拿武將的 所以請你給我一個武將的臉譜 結果這個 南斗老人從他的情報帶走走走走 對不起齁 沒有武將的臉譜了 只剩下一個文官的臉譜 你就講究吧 所以戴了之後 請問文曲型投胎是誰 包公 對就是包公 武曲型投胎就是底親 所以 武曲型帶到了文官的臉譜 所以投胎變成底親 所以如果各位去看包公傳 包公傳裡面常常講到 包公是文曲型投胎 有沒有 如果你有記得去看那個包公傳的故事 他都會寫好這個東西 好 當然其實後面還有很多故事啊 現在我都 有時候有些故事我盡量卡掉 不然怕這個課堂上都一直講太多故事 但是 對不起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一定要跟各位講 有第二個版本 因為後續就是包公判斷很公正的原因啊 然後敵秦在帶兵打仗的時候 他那個看起來像白面書生 比較不能說服他底下的屬下 所以他要戴一個鬼面具 去爭戰殺死 才有殺群 這個後話 我現在要講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 為什麼包公 為什麼是臉黑 移情為什麼臉黑 剛才第一個版本 知道他為什麼包公是臉黑了吧 知道了吧 另外一則故事 也是在我們 民傳的圖書館 我找到一本書之後 看到裡面還寫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滿好玩 是什麼呢 話說有一天在天界的時候 舞曲走一走之後 看到文曲圓圓的走過來了 他想說他一定要展現他 比文曲厲害的地方 所以呢 他就看到文曲走近了之後 文曲啊我跟你說 我可以把我的頭 拿下來放在手上 他就拿過來放在手上 你可以嗎 文曲走歸 文曲走歸 說什麼啦 文曲我也可以啊 嗯 就把他的頭也拿在手上 然後 這舞曲就想說 糟糕 這個 這個我這樣子 被他抿下去了 不行 開始把他的頭 丟上去 接住 丟上去 接住 你看我把頭拿下來 這樣丟上丟下丟下丟下 你可以嗎 蛤 怎麼樣不行吧 文曲說 文曲就說 這什麼了不起 我也可以啊 他就把他的頭也一樣 丟上丟下丟上丟下丟上丟下丟 丟丟丟 之後索性兩個就開始玩起來了 把他的頭丟不去 就過來就不會 這邊玩玩玩 玩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精一力士怪 然後 文曲舞曲聽旨 那些 玉皇大帝有指 派你們兩位去面接玉皇大帝 這時候兩個 玩頭玩得很開心 結果後來 啊 這玉皇大帝要派我們 要去面接玉皇大帝了 不行不行 要趕快去 不然到時候被那個玉皇大帝折跑了 趕快 頭接住 接上身體 趕快一跑去了 就在那邊接上的時候 文曲接到了武曲的頭 武曲接到文曲的頭 然後去面接玉皇大帝之後 就是後面派他們下去 幫助赤腳大帝拯救他 拯救昌生的故事 就是後續的 OK 這是另外一種版本講的故事 OK 好 講那麼複雜 回頭來 故事聽了 有趣了之後 開始講一點理論 來 再來問各位 來吧 就我們這排最後面這位同學 來回答一下 北斗其心不包含哪一顆心 很好 文昌 答對了 對不起 這種選擇題 我就沒有加分了 被我點了 是沒有加分了 對不起 OK 但是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文昌心啊 有 在哪裡呢 我們跳回前面的給各位看 幫我把燈全部關掉好嗎 前後都幫我把燈關掉 好 剛才 這是大雄星座 有看到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 大雄的頭在哪裡 有 影片各位可以看到連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頭在這裡 這是大雄的頭 脖子在這裡 就是身體 前腳在這裡 其實這邊被我卡斷了 是這裡前腳 其實他這邊會過來 這裡是前腳 好 然後他的身體是這樣子 其實有些人連線是連到這裡來 這真正的是他的身體 熊的身體 然後這裡是他的後腳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後腳 也被我卡掉了 看不到 然後呢 這個北斗雞星在他的背部 大雄的背部 屁股 跟尾巴 這樣看得出來是一隻熊吧 看得出來吧 看不出來代表你沒有童年 沒有想像力 天文這個東西要浪漫一點 要有想像力 所以以後我只要問各位 你覺得像嗎 請你回答 像 OK OK好 來 那個什麼 文昌在哪裡 文昌在這裡 大概從這一顆 到這裡 到這裡 就是到他的 他的脖子這個地方 到他的前腳 他其實是這樣子啦 文昌是這裡 從這幾顆星 還有這一顆 這一顆 到這裡 然後後來有一個勾上來 總共南昌 文昌 文昌是有六顆星 然後他是這樣子過來的 這邊其實還有一顆星 看不太清楚 他是這樣子過來的 這邊是文昌星 OK 後面燈幫我打開來 然後呢 我跟各位講 文昌 各位常常想說呢 你想要考試考得很好 以前有說要考大專領考 考什麼考試 很多人會去拿 那個你的 那個什麼準考證 拿去拜 文昌帝君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各位拜錯 文昌是保公民的 官路的 是保官路的 OK 那到底要拜哪一顆呢 沒關係 等到我們講到秋季星空的時候 欸 上次有一半的人 有來上課的 有聽到我預告 我們課堂上會請 法醫來我們課堂上演講 今天我還特地跟他聯絡了 他說他可以來我們課堂上講兩次 其中應該會有一個季節 他會講秋季的 秋季裡面就會講到 為什麼你要考試考得好 不是拜文昌 而不是拜文昌 而是拜另外一課 到時候會跟各位講 但是先跟各位講 文昌是保官路的 OK 所以大家都誤以為要拜文昌帝君 其實跟我們 長久以來的科舉考試有關係 因為科舉考試是考那些文人 文人考上了之後呢 那文人想要求取公民 希望能夠求取更高的官 當然就去拜官路的啊 就是文昌啊 但是平民不知道啊 平民就看到這些文昌 這些文人都去拜文昌 文昌心 他就覺得應該是 考試要考得好就拜文昌 所以就久而久之 以而傳而 就變成拜文昌帝君了 OK 所以是錯的 好 再來 北斗基辛位於哪個星座 來這排最後一位 回答一下 你覺得答案是你幾個 第一 大熊座 很好 北斗基辛不是一個星座 北斗基辛不是一個星座 他只是大熊星座裡面的 一小部分而已 好 再來 請問目前這位女生 這排最後一位女生 目前的北極星 中國西名叫什麼 哪一個 二 答對了 不錯 代表大家都還算蠻認真的 勾成一 好 這幾個都是另外星座的幾個名字 星座裡面的星名 好 這個 這個整個 這個我就先 各位絕對不知道的 好 我先講一下 四千年前的北極星是 這一顆 又熟星 它 它 它所在的星座 叫做 天龍座 天龍座 好 就是天龍八目 那個天龍座 好 裡面其中一顆星叫 幼書 好 然後它是四千年前的北極星 好 再來 我們從現在開始 一萬兩千年後的北極星 也跟各位講一下 在 織女 織女一 也就是我們所俗稱的織女星 我們夏天也看得到 織女星 OK 今天應該是看不到外面的星星 因為剛才有點下雨 所以應該是看不到 OK 那它所在的星座叫做 天上的琴 天晴座 天晴座 這以後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換人座 這下次再說 我們先講星等 我們看星星的亮度 我們看星星的亮度 最早把它分星等的是在西元前 有一個叫做 Hippampus Hippampus 這個人 叫西帕球斯 我們翻譯成西帕球斯 Hippampus 這個人 他把天上看得到的星星的亮度 把它從一等星分到六等星 我想像 他把它劃分 最亮的那個叫做一等星 最暗的叫做六等星 那現在的人發覺呢 他當時的分法 一等星跟六等星 這中間之間差了一百倍 你看喔 一等到二等之間有一個階段 二等到三等之間有一個階段 三等到四等有一個階段 四等到五等之間一個階段 五等到六等之間一個階段 所以一等到五等之間總共有五個階段 有沒有 五個階段 發覺他當時區分的是一百 這六等比一等暗一百倍 也就是一等比六等量一百倍 但中間有五個階級 所以呢 他當時發覺他定的二等星 居然是指數倍數的喔 二等星比一等星按2.512倍 三等星比二等星按2.512倍 四等星比三等星按2.512倍 可以嗎 其實說穿了就是 原本 原本量度差一百倍 開五次方的更好 就是2.512倍 可以嗎 有點複雜 但是呢 沒關係慢慢來 那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是 來 你只要給我一個算式就好 搶答你 三等星比一等星按多 多少 有啊 回答的舉手 怎麼有人舉一半 你要講 來 給我一個算式 三等星比一等星按多少 你不用算 你只要給我算式就好 是什麼加什麼 或什麼減什麼 或什麼成什麼 或什麼除什麼 或者什麼樣子的 放棄 還沒有人 來 穿黃衣服這位 2.512倍 答對了 不錯 也有加兩等號 我剛才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剛才是 六個星等之間差五個等級 所以一百等開五四方 我還是寫上去 一百等開五四方的更號是2.512倍 那我剛才講說 一等跟二等之間 這裡差了2.512倍 三等跟兩等之間也差了2.512倍 所以呢 三等跟一等之間是差了2.512倍的 你可以這樣子畫三間 也就是平方倍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就可以看 回頭來看 六跟一之間呢 差幾倍呢 就是2.512的 六減一 也就五次吧 就會等於一百 就像這四次反過來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各位要記住一個規則 你只要心等 差了五個心等 差五個心等 就是六減一嘛 等於五嘛 中間只要差五個心等 就差一百倍 請記住 差五個心等 就差一百倍 了解嗎 來 變話題 再來一題 知道的請舉手 這一回要請各位 算出來 好不好 請各位算出來 我不知道我下面的題目有沒有 好像有耶 我好像有題目 不過沒關係 題目有選項 我現在不要各位選項 我就直接算出來 請問 十一星等跟一星等的關係是 十一星等跟一星等的關係是 幾倍 差了幾倍 來你說 一萬倍 一萬倍答對了 很快 不錯 十一星等跟一星等之間 你看 這六 你把六寫出來 六跟一之間差五星等 十一跟六之間也差五星等 每五星等差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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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是一百加一百喔 是要相當於一百乘一百喔 所以是一萬喔 因為我說它是尺數尺方的 OK 所以你有加兩分喔 等一下下課我就一起統計了 好 來 但是現在的那個什麼 望遠基因的技術越做越好 我們可以越看越愛 那甚至發覺它有些東西還會比一等星還亮的 像月亮也比星星還亮 所以後來你只要比一等星還亮的 就開始有零的負一負二負三這樣子定上去 如果有動光遠鏡 越看越暗 越看越暗的 可以看到更暗的星體的 超過六等星 比六等星還暗的 我們就有七等星 八等星 九等星 以此類推 OK 那星星的亮度 星星除了它的亮度之外 它還有顏色的 它的顏色其實隱藏了這兩個數據 一個是表面溫度 一個是綿密 只要顏色越 我居然沒寫 好 我口頭用講的 最亮的 通常最亮 但是不一定是最亮 因為我們在地球上看 有時候它距離我比較遠 我們看不出它最亮 我們這樣講說 顏色越靠近藍白色的星 或者是青白色的星星 通常它是最年輕的 它是青年階 它算是 比較幼年階段的 是青白色的 它的表面溫度很高 高達了一萬度 青白色最高 高達一萬度 接下來 白色 表面溫度八千度 相當於七年階段 接下來 接下來 黃色的 表面溫度 六千度 其實我們太陽就是六千度 我們太陽就是黃色 它代表 中年人 中年階段 然後呢 再下來 橙黃色的 橙黃色的 橙黃色的話 表面溫度五千度 代表是 那個什麼 中壯年階段 接下來 最後一個 紅色的 表面溫度四千度 是代表老的星星 OK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 剛才我們講到的 人生不相見 動如生與商 生跟商 生就是 生鏽四 商就是 星鏽二 這兩顆星星 其實都是 紅色的星星 都是紅色 紅巨星 OK 所以它這兩顆 都是已經快死的星星 OK 好 所以呢 剛才已經講了 所以我們來 看一看各位 哪一個星星的顏色代表表面溫度最高 來 那是最靠門口穿格子的這位同學 3 很好 藍白色 OK 好 來 哪一種星星的顏色代表 橫星的年齡最大 那第三盤 最後一位 對 就你 紅色 紅色 那對了 好 我剛才就是老年嘛 老年就是它年紀最大 也就是快要死掉的星星了 OK 好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十一星星的比六星的關係 是 這個直接 直接講答案 認為是哪一個 1 1喔 請注意 數字越大是越安 請記住了 好 所以各位 列給各位看 我們今天假設在夏季的晚上 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這幾顆星 配上太陽 那這邊我要先講 我們剛才在晚上 我們如果在晚上看到星星的亮度 是因為我們直接用眼睛看的亮度 我們叫做視星等 眼睛看到的那個星星的亮度叫做視星等 我們這邊我在裡面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視星等 因為我們在地球上 我們看到星星的亮度 反正看到亮度是多少 就是它的星等 可是那不公平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同樣是一燭光的燈泡 一個一燭光在我眼前 跟一個一燭光距離我100公尺遠 哪個看起來亮 靠近我的是不是最亮 所以不公平啊 甚至可能十燭光的燈泡 放在100公尺遠 我都覺得它比我眼前這一燭光的海岸 對不對 所以不公平啊 所以今天如果 星星本身它能夠發出的亮度 跟我們眼睛看到的不一樣 我們在這裡 星星距離我們的遠跡不同 我說因為星星距離我們的遠跡不同 我們看到它的亮度 我們叫做視星等 眼睛看到視星等 但是呢 我這樣子好了 公平起見 請大家 請每顆星星 排好跟我同樣的距離的時候 我分別看你們的亮度 這才公平 這種叫做絕對星等 OK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大多數 假說這個星星幾星等 我們都是因為我們眼睛看到它的亮度 我們都是用視星等來看的 比較少用絕對星等 但是我們也要稍微知道絕對星等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絕對星等 就比較容易知道它的表面溫度 會到達多少 來我們看一下 絕對星等 是把星星拉到距離太陽系 約十秒差距的距離 十秒差距 這又有一個新的名詞了 稍微知道一下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解釋 十秒差距 你看我這個頭影片上寫的十秒差距 是32.6光米 十個秒差距 等於32.6光米 其實一般來講 一秒差距 就是3.26光米 所以這邊有一個名詞叫做秒差距 請問秒差距的單位大 還是光年的單位大 哪一個單位大 是不是秒差距單位大 因為一個秒差距可以換算3.26的光年 也就是一個光年要乘於3.26倍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秒差距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宇宙當中 用在天文測距離 最長的單位是什麼 秒差距是最大的 其次才是光年 OK 以後會再跟各位講天文距離有關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除了太陽之外 三顆叫做夏季大三角 夏季當中最亮的三顆星 夏季大三角 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先不看 這邊是一般的四星等 織女星是0.0等 牛郎星是0.77等 太陽是-26.8 超亮的 天津四是另外一顆 星等是1.25 當它一旦變成絕對星等的時候 織女星變0.58 好 我要問一個問題 我要問一個問題 織女星本來四星等是0.0 後來絕對星等變0.58 請問 我現在要織女星來問問題 來 這一排到處第二位 欸 現在進展到到處第二位 來 請問 織女星 它實際距離我們的距離 是比32.6光年近還是遠 遠 嗎 再來我再講 它的視心的 我們眼睛 它現在視心的是我們眼睛看到的 是星等視頻 我現在把它拉到32.6光年 你夠站到32.6光年的距離 站好 發覺 它變0.58 它是變亮還變暗 對 變暗的 那所以它是 它是前進還是後退 向我們前進還是向我們後退 對 向我們後退 所以 你從這個地方一看就知道 織女星 其實它比32.6光年還近 所以其實織女星距離我們大概多少 26光年 織女星距離我們26光年 那牛郎呢 同樣 同一位同學 再來 牛郎呢 它應該是距離我們近還是遠 近 近 好 那我先問你喔 你從數據看來 你覺得牛郎性距離我們近 還是織女性距離我們比較近 怎麼說 數字差的比較多嗎 對不對 不錯 牛郎星這兩個數字相減 比這個織女星兩個數字相減還多 代表它退的比較多嗎 牛郎星距離我們16光年 織女星距離我們26光年 所以你看26推到32.6比較短嘛 所以它的絕對星的降度比較少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太陽 噢啊它為什麼 負26.6 2.8 負26.8 變這麼暗 變這麼暗 我跟各位講 以台北市的光害來說 我們最多眼睛 看到3 新的 就很透霄 這個太陽 我們的太陽 如果退到32.6光年 那個遠的話 對不起 我在台北市看不到它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的太陽 在天上的行星之間 算是比較微不足道的 OK 好 那我再看那個天晶寺 同樣 同學 來 天晶寺呢 你覺得它是距離我們近還遠 遠 遠 很好 你覺得 它遠 它比32.6光年 遠的比較多 還是牛郎星 它遠 距離32.6光年 遠的比較多 對 天晶寺又差得更多嗎 負6.95去減掉1.25 它的數字多得更多嗎 天晶寺距離我們1600光年 所以你把1600光年把它拉到 距離我們32.6光年 它可以亮到負6.95 我們 我跟各位講 我們天上的星星 最亮 常常最亮的 可以看到多少 金星 可以看到負4.8 常常可以看到負4.8 所以 這個天晶寺如果拉到32.6光年 一樣可以看到 比金星還亮 OK 那這邊有個公式 簡單的換算 但這個公式我不會考 只是先給各位看 有興趣的話 各位自己去算 好 來 再來問問個問題 來 快了 差不多時間了 也快要結束了 來問一下 來 這一排倒數第二位 對 穿白衣服的同學 來 你覺得這個答案 三合則正確 二 藍白色 表示是很年輕的星星 欸 答對了 好 再來 沒有了 今天 我帶 等一下 等一下 稍微等我一下 我這邊要裝一個新圖 那個 要各位下載的那個新圖 軟體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 我先把它裝起來一下 各位等我一下 好 那等一下 執行了之後 我還要點 好 所以各位不要太早走 對不起 我先裝起來 我上次有跟各位 上週有講 這週沒聽到 趕快再知道一下 要各位去安裝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是模擬星空的軟體 這個模擬星空的軟體 怎麼使用 在我的網站上也有交 我的網站在哪裡 各位就直接 各位我先簡單講 就是用我的名字去搜尋 找到 找到我的網站 第一個就是我的網站 好 我用我的名字去找的 第一個就是我的網站 然後呢 我的網站裡面的上課講義裡面 中間你慢慢找 有一個 叫這個軟體的使用 這個軟體 叫做 Stelerium 模擬星空軟體 因為 各位天上的星星 並不是每次都一定天氣很好 這個軟體 S-T-E-L-L-A-R-I-U-N Stelerium 這個星體軟體 來幫我把所有電燈關掉 好嗎 給各位看 這個軟體的好處 其實它前面有一些東西要設定 但是我先把簡單的某些東西弄掉 像現在 比如說 我要先把地點射到台北 或是桃園 桃園 T-A-U-Y-U-A-M 有沒有 好 桃園 你看我一定到桃園之後 馬上變晚上了 有沒有 馬上變晚上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 你看它可以這樣看 可以這樣子看 好 OK 很炫 然後呢 這邊有東南西北方向給你們看到了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星空 而且有沒有看到中間有個霧霧的 這是什麼 這就是銀河 但是我們在都市不容易看到銀河 最好在山上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可以看到的星空 好 所以你看 今天喔 假設你這個星空 你叫我用這個模擬星空 我怎麼認啊 來 左下方 有一個 按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什麼 連線 對不對 連線 還是不懂它在幹什麼 來 再按一個 中國星明出來了 可以嗎 如果還覺得不像 嘿 希臘是畫不出來了 好 然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秒數一直在增加 其實它一直在計算 現在天空應該看到的是什麼 那你也可以加快它的速度 你看 加快速 白天 慢慢變晚上 就這樣 所以 天上的星座 中而復始 都在我們天上旋轉 OK 都在我們天上旋轉 OK 所以你看 你可以這樣子 好像錦影關天的樣子 你也可以放過來 好像是 OK 而且它可以做很多模擬 先給各位預告一下 10月8號有月全時 我們下個禮拜會先講月全時的原理 全天 確認月全時的原理 天上旋轉 任天的 然後呢 這個可以的話 我先暫停一下 這個可以的話 你可以這邊可以去改日期 可以改日期 改到10月8號 然後呢改到傍晚時間 這就是傍晚時間 然後呢你可以去找到月球在哪裡 等一下喔 我先把它調一下 好你可以找月球 比如說找月球你用放大星去找 你就找 我看看英文找不到找不到 可以 好你看ETA它就定位到這裡 現在月球在雙宇宙 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現在已經 已經有慢慢折到了 好甚至你現在鎖定在中間之後 也可以快轉 按空白鍵會鎖定在中間 這時候你快轉 再按一次 它會越來越快 你看有沒有秒數 再按一次會更快 現在月式已經推出去 我倒過來好了 倒過來 我現在倒過來 讓它倒數 我們等於說月式倒過來看 有沒有 它是這樣子 太快了已經到地零 已經下去了 好 已經到 大概執行的方式是這樣子 現在放得太大了 好 大概執行 那我說我的網站上面 有個影音檔 有那個 教這個軟體的影音檔 有興趣各位去看 我們的 那個 課後練習的一些測驗 會要各位在家裡去操作 這種東西拿來作答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 好不好 來 錄影幫我關掉 後面電燈幫我打開 然後 錄影幫我關掉 後面電燈幫我打開 然後我現在要 留意一下